5月27日,以军战机对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进行空袭,扔下80多枚钻地炸弹,摧毁了地面六栋建筑和真主党总部的加固地堡。 次日真主党证实,领导人纳斯鲁拉及多位高级成员在地堡中开会时被炸死。 以色列将这次空袭命名为新秩序行动,首先由摩萨德的线人丁烧报告目标行踪, 而后军方制定突袭方案并紧急请示正在访美的内坦亚胡,随后出动F-15战斗机投掷大量钻地炸弹,摧毁地堡和藏有入口的楼房。 虽然这次行动非常激进,压根不考虑围观群众的性命,但做到了一击闷杀。 人们根据现场深达20米的超大弹坑推测,地下室的人一定被炸得支离破碎。 但这两天纳斯鲁拉的尸体被挖出来才发现,他并无致命伤,是窒息而死。 因此我们要重新推测当时的情形,真主党虽然是黎巴嫩的在野党,但它功高盖主,不仅有世界最强游击队,其总部地下还有深达35米,并被数米后钢筋混凝土保护的坚固地堡。 话说一周前,党规大佬和亲密盟友们来此磋商反以大计,落作后宾主双方还未寒暄完毕,以军投掷的制导钻地炸弹便于贯而至,在地下室上方接力炸出了深度约20米的大坑。 但这一爆炸深度和地下室之间还阻隔着相当厚实的土层和钢筋混凝土掩体。 按理来说,爆炸冲击波到达地堡内已经过充分衰减,并不能把里面的人震死。 而纳斯鲁拉的窒息死因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样就令人产生疑惑。 既然开会的人可以经受住冲击波而幸存,那为什么坚固的房间和掩体却会在第一时间断裂坍塌, 以至于他们还来不及向通道撤离就被困住,最后活活闷死呢?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次空袭被确认使用的钻地炸弹是BLU-109, 该弹长度2.4米,直径37厘米,重量874公斤,每架F-15可挂在7枚。 这种炸弹是厚度25毫米的镊戈木和金钢钻地外壳, 搭配FMU-143延时引信,能穿透厚度约2米的钢筋混凝土,内部填充240公斤吹tonal, 也就是PBXN-109钝杆炸药,这就是该弹型号的由来, 其后段可安装杰达姆制导套件进行精确打击。 虽然这种炸弹对付30多米深的加固地堡威力不足, 但七八十枚先后命中同一地点,就可通过接力爆破使爆炸点失入地下。 此时钻到坑底的炸弹引爆,瞬间就从爆点发出一道 以超过介质声速向四周运动的球面正激波, 并透射进入钢筋混凝土掩体。 由于波面超强的压缩性,起扫过的材料在极短的历史内, 会承受很强的爆炸压力载荷, 但此时坚固的掩体并不会被压力脉冲破坏失效, 于是激波继续运动,最终到达掩体结构的底面。 由于此面上方是钢筋混凝土,而下方是地下室里的空气, 面所受的外力可忽略不计,于是形成自由表面。 而激波到达自由表面时,反射形成膨胀波或叫做吸出波, 其波面扫过的材料会承受极短历史的拉伸膨胀。 如此一来,在激波反射前,所扫过的界面附近 本来已经存储了相当大的爆炸压力波的能量, 可是瞬间膨胀波又反射回来再扫一遍, 使此处又急剧拉伸卸载。 这种变化就像把奄奄一息的病人从ICU直接送进KTV一样刺激, 导致本来具有韧性的钢机混凝土因膨胀波的动态卸载, 而超过了其动态拉伸破坏极限, 于是发生脆性的分层断裂, 变成了层裂片,或者叫做夹片, 其存储的爆炸压力能量在断裂时释放出来, 推动夹片高速飞离。 因此,激波在掩体底面反射形成膨胀波, 就可隔山打牛制造层裂, 而断裂面又会在后续爆炸中继续层裂坍塌, 导致地堡里的人来不及逃跑就被困在其中, 只可叹这些迂回大佬, 个个和以色列周旋多年且打得有来有回, 最后竟然活活困死在自己修建的地下室中, 正所谓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